过去十一战九胜,芝加哥公牛从东区第十四,倒数第二,一路爬升到东区第十一,十二胜二十二败,落后东区第八麦阿密热火十八胜十六败有六,场胜差,场军十七。 一分七,六篮板,三分球命中率四乘七十五,每场可以砍进二。 五个三分球公牛前锋米罗蒂奇,上玉复出十一战,公牛打出九胜二败机,米罗蒂奇也成为公牛的分王。 公牛不再让球星情节拖垮球队士气,进来米罗蒂奇,又上玉复出后从板凳出发,帮助球队打出一波不错的战机,美联社,分享。 公牛九十二比八十七利克尼克后,米罗蒂奇说,我知道我跟波提斯是公牛,战力反弹重要元素,只要球队保持阵容稳定,我们最终能打竞技后赛。 公牛重新起飞故事很励志,季前米罗蒂奇,波提斯两名前锋常人在训练比赛中斗欧则非常离奇。 与波提斯被公牛竞赛八场,米罗蒂奇因为脸部骨折伤停四至六周开季缺席二十三场,意外事件令人难以置信。 米罗蒂克左与波提斯右几掌时虽然心中可能是千百个不愿意,但现在公牛灯光美气氛家,他也只能尽力与队友合作,美联社,分享。 这出球队内斗欧,两人为了抢球队先发汗争上场时间,在训练中打出火气还打成重伤,现在反而成了凝聚公牛团。 对汉象星力神秘力量,公牛两名封线常人和主力球员寄前就对干受伤,意外给了菜鸟常人七尺中锋。 扇头三分球的马卡南足够上场时间和磨练,马卡南在米罗蒂克复出之前一直都是公牛得分王。 场均十四,两分七。 四篮板绝对可以入选清秀第一队,十四分七篮板表现也让公牛相当满意。 来自芬兰的马卡南足够,在场上完全不像生嫩的菜鸟球员,手感不好时还是拼命狂投,而且对上尼克球星波尔辛吉斯又照样硬吃不悟。 美联社分享,米罗蒂克尚玉归队,他成为公牛板凳暴徒场军时期。 一分四乘七十五三分球命中率让公牛进攻得分不再经常当机,尽管公牛进攻效率还是联盟倒数。 最后一名第三十,但更好的防守和控制失分,帮助公牛打出赢球DNA。 公牛强大封线和高度,同时拥有阵容深度,出色蓝板球和内线轮转斜防非常到位。 公牛利用丁人混合区域联防巩固禁区,打出高水准防守。 防守效率只从联盟第25上升到并列第十七。 波提斯打伤队友没有赠到先发,还被竞赛八场,但他在替补端做出稳定输定场军十二。 五分六。 七篮板在场军21分钟上场时间打出全队第二球员效率值22,仅次于米罗蒂克。 公牛继前这出家暴意外,两名队友互殴成伤。 近赛的怪异事件,两名主角现在都是公牛重新爬升,不可或缺的主角。 公牛没有交易波提斯,他仍是值得栽培的年轻长人。 六尺十一寸拥有运动能力和速度。 在维德·巴特勒和罗斯都转队后,公牛本系阵中最贵的球员是中风陆培兹。 左年金也不过1378万美元,其余球员也只有米罗蒂克年金有超过1000万美元。 美联社分享,现在公牛对全队没有一个年余30岁的老将,也没有知名的球星。 他们留下波提斯等待米罗蒂克同时耐心找回团队合作。 公牛摆烂拼乐透选秀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。 在斗欧两名主角归队之后,公牛是过去三周联盟战机最好球队之一。 没有老将拖累,年轻球员肯拼,位置重叠不在内混撤走。 公牛教练霍伊伯格现在是谁打得好,谁配合杜高愿意分享和防守,谁团队合作精神更到位,就多用谁。 球队氛围和默契都因为赢球振奋士气,球技不到一半,公牛很有机会跟上季后赛脚步,除非球团真的要摆烂交易。